大家好,我是兔妹 电子烟的好日子结束 不是老罗进场当行业明灯的时候 而是3月22日下午 工信部表示要加强对电子烟等新型烟草制品的监管 消息一出,股价先动 行业内头部公司市值几乎一夜之间蒸发了100亿美金 之前电子烟的风口有多大,它到底有多火呢 在电子烟简陋发财的人都已经登上了胡润富豪榜 陈志平的斯莫尔,汪莹的悦客 都是如今电子烟行业风头无量的明星 而45岁的陈志平身价1250亿元 差点进入全球前100名 39岁的汪莹,身价710亿元 成为全球40岁以下白手起家的女手术 电子烟这一行有多暴力 今年1月22日吧 悦客登陆了纽交所 成为中国第一家上市的电子烟品牌 开盘加暴涨104% 市值达到458亿美元 拼多多也要埋头口干4年才能达到这个数字 而悦客成立至今只有3年 资本看到电子烟的风口全都疯了一样扑上去 IDJ,红杉,郑哥基金 从2018年6月到2019年3月 电子烟行业累积获得了超过10亿的融资 首轮融资时就能达到千万级别 简直就是造富的新来 但问题哪有那么简单 电子烟之所以在中国能报复了两个原因 一是中国有3亿的烟品市场盘子真的太大了 二是中国电子烟的渗透力不足1% 未来前景真的十分广广 而这也从另外一个角度体现出 电子烟在密不透风的传统烟草行业和烟草专卖制度上 撕开了一条口子 要知道世界上最赚钱的公司 不是石油公司而是烟草公司 而在中国烟草眼里 沙特阿美都不过是个小弟弟 根据2017年的数据 2017年中国烟草净利润相当于同时期 3.9个宇宙行或者11.1个中国平安 甚至是38.4个贵州茅台 而在纳售的层面 2017年中国烟草的设立相当于 当年华为是710亿元的15倍 而对地方财政而言 许多地区烟草企业长期保持当地第一纳售人的地位 同样我们切换角度站在商家角度上 电子烟如果和烟卷一样的话 以后销售电子烟必须要取得烟草专卖许可证 这就变得很难了 有门口就要付出代价 坚果落定中国的电子烟产业将迎来新的发展 而那个真正的烟草巨人才将马上正式入场 不是你的奶酪 一口都别沾